今天的主题是 鹿野苑的根本课程 禅秀之前 如果你喜欢的话 做一点简单的伸展 暖身 几次的深呼吸 如果你喜欢 安住在你的呼吸里面的话 不要把呼吸抓得太死了 还是把呼吸理解为 像背景的音乐一样 或者在提供给你身心的框架当中 一个韵律 也就是说 你有一个主要的功课 这主要的功课 它的内容是 跟四念主 跟十六圣心有关联的 那呼吸只是在背景当中 给你按摩 给你推拿 让你能够 一边享受着 舒压的安示 一边能够在理喻 这个功课上面用功 佛陀他 在正得了漏尽 也就是得到了救尽的解脱 断除了所有的痛苦 他在自知 他在自觉当中发现到 所有内心 那些会制造出痛苦的 隐情 通通都被他 关闭掉 而且是彻底的拆毁了 然后他 在产生了 愿意跟其他的人分享 这样的经验的意图之后 他在一开始的时候 是遇到了一些挫折的 那首先 在他的认知当中 他过去 曾经跟随过的两个老师 是他觉得 根基非常的 高明 能够听得懂 他要表达的 但是发现到那两位老师 已经过世了 然后在他的 旅程当中 他遇到了 一位 寻道者 他主动的跟这个寻道者提到 他自己已经是一个 完全醒觉 彻底解脱的人 这行道者呢 虽然 对他是客气 但基本上是 不太理睬佛陀的 他把佛陀当成是 又是另外一个 大概是自视很高的 大概甚至是 精神上有问题的 这样的一个人 不知可否的 就离开了佛陀 所以佛陀 他的 第一批 认真的群众 真的从他 本身的修行经验里面 得到利益的 是所谓的 吴比丘 那五个 跟他一起 离开了 家族 原本是他的 适者 佛陀 在跟吴比丘 几天的相处之内 根据古老的文献的记载 有两次正式的课程 然后在第二次的课程之后 这五位比丘就 正德拉罗汉国 就得到了根本的解脱 那你愿意去检视 这个佛陀当时 跟他们讲话的内容 他离不开 四圣地 苦极灭道 这样的道理 在我小的时候 第一次 阅读到了 这样的一个故事 然后 听闻到了 苦极灭道的内容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 无动于衷 而且甚至是 蛮负面的 我想到这个 在历史上面 被人家 不断地尊崇的 佛陀 他所讲的课程 难道就这样子而已 苦极灭道 然后什么叫极 痛苦的原因在于贪 这个听起来 讲得很好听 似乎是一个 城墙烂调 我一点都不感觉到 这样的这个教义 有什么特别深奥的地方 更别说是 完全没有办法理解 如何 能够在听闻了 这样的教义的几天之内 就证得阿罗汉国 很多年之后 我回忆起 自己小的时候的 这一段经历 我想到 我心里面 对于四圣地的 最大的误解 当时为什么会 听闻到了 四圣地这个内容 然后感到无动于衷 最关键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对于贪 到底是什么 我是不了解的 我对于苦 到底是什么 我是根本不了解的 虽然中文 或者英文的那个词汇 有这个似乎是 人人都能听得懂的 意涵 但是这个意涵 跟佛陀当时 使用这些文字的意涵 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在我小的时候的心灵 听到贪这个字 甚至当时 一个很粗糙的英文翻译 就是breed这个字 我立刻联想到的 就是 贪财 贪色 贪睡 贪明 贪力 等等的 这方面的贪 所以我 所理解到的 四圣地的内容 几乎就是一种 道德说教 叫人不要贪 不要过度的贪睡 不要过度的贪吃 这方面的议题 自然而然 我当时理解是很 肤浅的 甚至是不正确的 后来 一个关键性的 认知的改变 就是起源于 我对于 巴历文的这个贪的字 重新的了解 所以我才明白到 佛陀他所讲这个贪 并不是一般世俗的 道德劝说里面的 那个不要贪财 不要贪名利 那么单纯的意思而已 佛陀他所讲的贪 是一个 原始的 内在的 冲力 然后这种 原始的 内在的冲力 在你 没有解脱之前 你 只要是有 知觉的时刻 无时不刻的 在被他轰炸着 在被他搅扰着 然后这样的一个 原始的冲力 为了解说的方便 我们可以姑且 把它解说为 就是一种躁动 其实这个道理 是很容易理解的 为什么你会痛苦 因为你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平安过 你是不断的在经验着躁动 你的心是没有停歇的 你的心是没有安歇的 然后这样的这个躁动 这样的不平安 他就像是 一个有毒瘾的人 他的瘾头是没有去除的 所以这个瘾头 会不断地折腾着他 他似乎深深地 迁入到 他的神经系统里面 所以日夜的 都让他坐地不安 那心的瘫 四圣地里面瘫 也有类似这样的意思 然后一个这么简单的课程 你若你能够通透地理解他 你真的去明白到 你建立起来的庞大的事业 你建立起来的这个复杂的人格性 你这个我 他多么的有幽默感 多么丰富的知识 多么 多远的人际关系 你都没有办法逃离开 这个无时不刻 在搅扰着你的 骚动 你的心是不断地在往前冲的 你的心 它是 不断地要去钻营 不断地 要跟不同的境界互动着 对这个不同的境界 粘上去 纠缠在一起 跟它们发生复杂的关系 当你的心的活动 全然的都是 这样子跟境界的 纠缠的关系 你怎么可能 有真正的平安 怎么可能有真正的幸福呢 我们如果看 这个佛陀 它对苦 的理解 它也是跟这个贪的理解 有密切的关系 因为 我们的心 它 有着这个 一直没有被化解掉的 骚动 可以说是它的本能 所以 它不管 建构起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自我 什么样的生存的环境 它的那个本质 就是苦 就是压迫 就是动荡不爱 好一个程度上面 贪跟苦是 同一词 我们过去 很多地方讲过 但是这个地方还是值得 再重复 那就是 当我们在练习着 摆脱开 贪的 对我们的摆弄 我们的基础 的立场 并不是道德谴责 并不是像一般世俗的人 讲的 你不要那么贪财 不要那么 贪名利 这样的立场而已 而是你能不能感觉得到 那个几乎是 无时不刻 在干扰着你的 那个挤压 那个无时不刻 你在经验着的 那个骚动 这种骚动呢 它以各种不同的样貌 呈现出来 所以举一个例子来讲 你这种骚动 它没有止息 那么你对于 情欲方面 很有可能是 非常的在乎的 非常的迷恋的 佛教它 对于所谓的 泛行的看法 对情欲的看法 它不是 立足于道德谴责 它并不是因为觉得说 情欲它是如何的 无悔洋脏 是如何的 道德上面是 龌龊的 而是因为它认知到 那个贪 它的非常具体的 表现方法之一 就是情欲 就是情欲 然后如果 你在这个关卡上面 没有自由 的话 你基本上在任何其他的 浴滩 的场景里面 你都没有办法自由 所以一个 迷恋着情欲的人 他讲到他对于 无我 体会的多么的深入 对于空性 体会的多么的深入 一个有 直见的 禅修者 对于这个人 他的修行成就 是不信任的 然后这个四圣地里面 他所讲到的灭地 直接跟这个 贪的止息有关联 你甚至 还没有体验过 百分之百 的贪的熄灭 但是你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正在扑灭着贪 你已经开始 正确地认识到 那个摆弄着你的心 的骚动 那个会让你的心 不断地冲 不断地去进入到 时间向里面 不断地去 迁入到故事的情节 不断地 跟境界 发生黏着 这样的一个 原始动力 你已经开始认识他 而且你已经知道 如何 觉知的他 或者试着跟他 保持距离 或者是抱着一个 要断除影头的 这样的意愿 再跟他 相处 他已经不能够 全然地 吞噬你 你光是在这样的 这个历程里面 你就可以 体验到 好大程度的 前所未有的 宽淡 清凉 放松 你会开始发现到 原来你过去 最在乎的那些东西 最害怕的东西 最渴望的那些东西 在你的摊 被管控 被超越的时候 那些东西 一点都不算是什么 那个世俗的人 所在意的 有无的问题 世俗的人 竞争 的标底 在那个当中 可以像是 飞游铺火般 你看到那样的 那个场景 你是 那种兴趣 那种激情 不断地在消灭当中 不断地在平息当中 你看到原来 真正的平安的感觉 它可以是那么的直接 那么的简单 而不是透过 不断地膨胀 不断地收集 不断地让自己变强 来获得 然后乃至 你能够把它 完全地 从你的心移除掉 所以你的心 再也不会体验到 任何程度的骚动 任何程度的不平安 那个时候 你再回过头来 看过去的 那个所谓的 轮回的经验 就像是 春梦一场 它是如此的荒谬 如此的荒诞不惊 它是那么的愚蠢 那么的黑暗 那么的混乱 那么的不值得 它在这里的凉快 没有照做 在这里 在这种 不需要仰赖 任何的因缘 通透的 平安 没有任何的因素 跟力量 会动摇你的心 这个时候的信心 不是来自于 你对你的老师的信任 不是来自于 你对佛法的道理 理解到 多么复杂的程度 而是就在当前 你体验到的 还有什么东西 会超过这个的 就算在身心的 症状上面 有人讲说 有超过这个的 你对那个 也没有饥渴感 四圣地里面 所讲的道理 听起来好像很复杂 又是证监 又是政治 又是证明 又是证 什么什么什么的 那么多个项目 实际上 它在表达的 就是如果你明白了 这样的一个方向 你明白了这样的 一个基本的课程 你就会在生活当中 全方位的 在你的情感的层次 在你的价值观的层次 在你的意志的层次 在你的记忆的层次 在你的身体的活动的层次 在你的讲话的层次 在你的工作活命的层次 每一样的层次里面 你都集中活力的 在处理一个问题 那个问题就是 移除掉你心中根本的骚动 简单的来讲 涅槃 就是内心的平静 就是内心彻底的平安 然后你的所有的努力 不同方面的 不同层次的努力 都就是朝着这个 然后听起来 八正道 那么一样的复杂 我们如果在生活当中 用很简单的方式来理解它 那就是你不断地 去觉知 那个内心的骚动 内心的挤压 那个在让你 往前冲的力量 那个让你不安本位的力量 那个会让你 想到一个美丽的情境 就身心亢奋 的那个力量 那一股虫 也就是 那个你动作 被畜生 的那个推逼 那个在发动你动作 的那个推逼的力量 全方位的 这样的去了解它 所以在政见方面 在你的价值观方面 你越来越明白 这个道理 越来越加的信靠 礼遇 越来越对于 贪 它的方方面面 它的各种不同 呈现的方法 是厌礼的 是不信任的 是带着警觉性的 那就是政见的 基本的内容 政见的 基本的内容 不是 什么复杂的 哲学 不是在讨论 空性 还是 妙有 还是无我 脱离开了 四圣地的 这些讨论 都跟佛法 已经是 没有关联 在你的 那个意志上面 在你的正念 的这个程度 你是念之在之的 你是用各种的 精情 方便 在解决 这个问题 原始经典里面的 那个方便 这个字 那就是你 有着强大的动机 所以你愿意 用各种 善巧的方法 来引导自己 来解决念前 有可能遭遇到的挑战 来加深 那些 有可能 你已经明白的道理 让你能够 体悟得更深 让你的心 能够 更大程度的 去归顺 你已经明白的道理 然后当你这样子 方方面面的 在你的情感的层面 在你的价值观的层面 在你的意志 在你的记忆 在你的言语 在你的身体的动作 在你的工作的场合里面 你都留意着 这个主题的时候 他所带来的 身心的统整的效果 让你高度一致的 活在这样的框架当中 体验到 这样的框架 给你的安稳 给你的明晰 给你的快乐 给你的满足 给你的平舍利 那个就叫做正定 那个就叫做缠纳 在日常生活当中的 精情方便 所以你留意着 保护着你身体的框架 让你身体的框架 不跟那个 与贪有关的 康奋感相应 维护着 保护着 珍惜着那个 没有贪的状况 保护着它 确保说 那个贪不会不小心漏进来 在那个意念上面 对于那些 对于那些 一般的人舍不得的情欲 那些情境 你有截然不同的做法 那一般的人想到 那么漂亮的人类 那么刺激 那么亢奋的情境 我怎么舍得它 那么好玩 那么刺激 那么靓丽 我怎么舍得它 但是对你而言 你乐意于 抽离开那些复杂的思维 而是专注在 那个单一的元素 这个单一的元素 就是你心里面 推的那个力量 你甚至不去理会 那一般的世俗的人 对于情欲的道德谴责 这是对 这个是错 同性恋正不正常 婚前的关系 怎么怎么的 那些复杂的 人世间的 没完没了的 说也说不完 离也离不干净的 那些道德所调 你甚至注意力 都不是放在那里 那注意力是放在 你长夜以来 不断地被这个骚动 所干扰 所逼迫 从来没有休息 你还愿意这样子下去吗 这个在你的心里面 就是病的根 它就是污染了你 一切的情境 的因素 所以使得你就算是在 富有的状态 在健康的状态 在物资丰沛的状态 你也是不安 你不要以为有一天 你的财富到了 比尔盖茨的程度 你自然而然就会因为 财富的原因而使得 这个不再是问题 就像比尔盖茨 他依然 日日夜夜的 在经验着 宠 恐惧 不够 生 老 病 死 求不得 爱别离 愿真会 无因至上 这不是任何的财富 任何的地位 任何的爱情的关系 能够改变的 唯一能够改变的就是 你能不能够白脱开 这个根本的骚动 这样的一个引头 这样的一个习惯性 放下万元的 专心致志的 平息内心的骚动 对于这样的骚动 是厌恶的 是警觉的 尽量时时刻刻的 留意他 不断地用各种的方式 摆脱他对于你的影响 你如果能够这样子做 你就会知道 路远渊的 吴比丘 他们在几天之内 证得阿罗汉国 那不是只是一个夸大的 文学上面的渲染而已 那是可行的 但是你必须要做到 让你的心 干净 专一 在这一个根本的课程上面 就是把这样的根本的课程 理解为 这是人生最重要的课程 你在过去已经被无数的事情分心过了 总是有借口 总是有例外 如果你此时此刻能够用一个小时的时间 能够用半天的时间 能够用一天的时间 能够用数天的时间 全然的浸泡在 知道着 你的心 它是怎么样在被挤压 它是怎么样 在骚动 它是怎么样在推逼 观察着它 觉知着它 充分地了解它 看它是怎么样在盘旭 在干扰你的身心 你可以透过身面柱的角度 去看到它怎么样地去干扰 你的身体 你可以去透过受念柱的角度 去感到它如何地逼着你自己 不断地要去吃 不断地要寻觅 你可以透过心面柱的角度 去观察 你的心 如何地被它干扰 如何被它推逼 你可以透过 法面柱的角度 不断地去看到 它的这种干扰 使得你 黏进某一种位格 迁入到某一种位格 不管你采用的是什么样的方式 只要你不要忘失掉了 这个根本的课程 那么 佛法是如此的单纯 它不需要你有复杂的理论的了解 它唯一在解决的问题 就是这个正在触发你的意志 正在触动的行为 正在挤压你的心 正在让你感觉到不够 正在让你觉得不安 正在让你往前冲 这一股力量 我去明白它 通透地知道它的本质 全方位地对它厌你 全方位地摆脱 它对你的影响力 那么你就能够不带十节因缘 用白话的话来讲 就是你能够在短的时间之内 你就会知道 佛经验所讲的漏镜 所讲的心解脱 那是真实的 那是你就在这个身心状况当中 能够体验到的 如果你是一个 有着崇高的 修行的动机的人 正在认真地处理着 自己的贪或者撑 这方面的问题 关于撑的部分 那个重点 不是在于 你跟别人吵架 你跟你的亲人发脾气 你是多么的不对 这个故事情节里面 谁对谁错的问题 而是去看到 称它是一种具体的 贪的呈现的方式 它是一种心被压迫 心在躁动 把这样的这个因素 孤立出来 不要陷入到了 复杂的故事里面 不要陷入到了 道德的谴责里面 同样的在情欲的部分 不要陷进了 那个复杂的 道德的谴责 的那个部分 而是单纯的去留意着 那个不断不断地在刺着你 在烧着你 在骚扰着你 在干扰着你 的那一股尽头 那个动力 那个在让你心里发痒着 那个在让你躁动不安的 去留意那一个 清楚地知道 这个 叫做贪 所有由贪 触发 的行为 它说建构的生存模式 它离不开苦 不管是任何一种的 生存的模式 只要它有这个贪的元素 在里面 它就脱离不开 生 老 病 死 它就离不开 爱别离 愿真会 求不得 无应之声 不断地在生活里面 去体会到 就算是 只是一点点的觉知 一点点的缓冲 一点点的超越了 这个贪对你的摆布 你就能够在那一瞬间里面 体会到 一点点的 轻安 宽胆 停歇 当你积累着 越来越多 这种 灭地上面的 认证 灭地上面的 证德 你就会对你的修行 越有信心 对这个方向 越有信心 对于道地 在实践的过程里面 越有成就感 越确知 这个是 这个是 皈依的所在 那个不与 任何的动作 粘在一起的心 那不再往前冲 不再跑到过去 不再卡在中间的心 所有一切处 皆被释放 没有能够前夕它 羁绊它的所在 彻底的自由 无法被定义 无法被框架 超越 生死的不死 它都来自于 把贪 的这根刺 彻底地 从心底拔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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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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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